好久不见的智琳姐姐终于出来上班啦 大家有发现妈姐姐身上穿的 可是她结婚那天after party的礼服 在活动上她也偷偷爆料 其实自己在当妈后有点小小幸福肥 是直到最近才瘦下来 而收到宝贝儿子 她也来跟大家更新近况啦 我会说好了 而且我们家宝贝她好像从 婴儿期间跳过到儿童一起 就是 其实她时间都这么高 就是真的才一岁多 带出去大概都是四岁的孩子 好像不在年末 可是现在很喜欢跟爸爸玩游戏这样 然后爸爸也回家去展示 觉得很好 不同都很好 我办不到 我办不到 我真的办不到 所以说上次一遍 我们最好的一遍 感恩在感恩 会跟我们的生态 关注我们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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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个小费朋友 跟我们的家庭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智琳姐姐表示 婆婆现在就在台湾 会跟家人跟婆婆一起过 至于有没有婆媳问题 她全说了 这是谁谁家味 这是我们家的 不是她的 没有我 我其实从嫁过去之后 然后包括 今台湾这一切 现在在台湾 我 很感谢我婆婆 给我所有所有的情感 我真的很爱她 所以我不太会回答这个 有没有什么婆媳问题 她好忙哦 她真的很忙 我有试着约了她两次 然后她说她跟男友 想拍广告 她就 没有答应我的交约 我希望她拍得很美 应该 下次一定订得到的 要不约焦哥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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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焦哥一起 是 你要吧 不疑不疑 谢谢你 你来个人为了